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來到這個 花甘電台我們的電影有毒 現在就要踏入那個農曆七頁了 我們今天就不是說那些農曆技有關的東西 因為我們接著上一次都有提及 有一部電影 你們這些傢伙說很想說 怎麼又未去看那時候 現在呢 當者地球沒有貓 其實這個專輯不單止是這部電影 我應該叫大家看看 最近有很多電影 關於動物或者海族等等 我剛才也問了你一個問題 現在先問吧 植物是否懂得說話 阿彪說吧 再說一次 根據那些科學家說 哪個科學家 看見那些報道 即是說科學家說 植物是懂得聽人說話 但是懂不懂說話 我就未聽過這個報道 我只聽過那些 植物很懂得聽音樂 你放一些Beatles的音樂 他就很喜歡 快大一點 你千萬不要放哪一個音樂 三米傑告訴你 有一個香港的歌手的音樂 千萬不要唱給植物聽 立即有反應 植物是否都有聽和說話的能力呢 這個呢 變成我們這次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話題 就是動物懂不懂得說話 這個關鍵 在這個開始之前 我就介紹一部新戲 但是這部新戲 跟我們這個專題也有關係 也跟我們電影有毒也有關係 何解也有關係呢 我會這樣說 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都很喜歡看書 這部戲是講一些寫書的人 是嗎 我們這個節目叫電影有毒 為什麼我們喜歡看書 你就是叫做喜歡看書 他是不是很喜歡看書 他就是喜歡看書 你多看什麼書 鹹書 對 我是看這些的 Let's look your graphic 不是開玩笑 我看鹹書 鹹書 對不起 我說話不可以 鹹書 這樣就對了 因為我今天 我是率先 我想詞幾乎 都是當作專題 就是這部叫不羈天才 不羈天才 你知不知道這個故事 改編真人真事 改編了這個天才的編輯 叫做默斯伯金斯 那裡有 的真人真事改編了 它相當有名的 你有沒有看過《老人如海》 有 有沒有看過《戰地忠聲》 聽過 也是海明威的 這個 就是這個編輯 有沒有看過《大亨小傳》 聽過嗎 知道 知道 有 英文叫什麼《大亨小傳》 是《大亨小傳》 那就是它 看《大亨小傳》 有一堆稿 很厉害的 很长篇 但他读巨卫眼 看到他 读得了 但他欠一个好的编辑 因为这个编辑已经非常出名了 例如《The Great Gossip》这部戏 即是《大亨小传》 这个小说最厉害呢 最厉害在哪里 你知道吗 不单止那个故事 那个小说 他最关键呢 就是书名 加多一个《The Great Gossip》 他如果这样叫《Gossip》 不够 他说《The Great Gossip》 就是《大亨小传》 立即好卖得 卖得很厉害 而这个呢 就是 亦都是他有一些作家 然后他写的时候呢 就好像你这样 千年万语 讲的很多 但整理出来可能只有两句而已 但是他就觉得这两句都很厉害 有料到 于是呢 这个故事就是说了 这个编辑 以及这一班作家的故事 我们看了之后就相当之 很棒的一个真人真是改编的电影 你发现最近真的很多很多的电影 都是讲作家 以及讲改编小说的电影 之前有一套《荷里胡克明丹》 是的 那里有的 那里有编剧《Squid Writer》 接着有《万千声徽绑架》 是的 那些也叫《Squid Writer》 你说的都是戏剧有关的 不是那些叫文学作品 因为文学作品那里也不少的 现在新世代的文学作品是什么 在哪里 哈利波特 是的 是的 不止 那还有什么我们今个星期都介绍的 就是你拿着那一本 是的 说给人听 《如果这世界猫消失了》 那跟电影的名字有点不同 但是同一个小说改编 这个就是 那是谁来的 要讲一个正名给大家听 书名就是《如果这世界猫消失了》 但电影就是我们的《当者地球没有猫》 这个是香港电影的译名 就是台湾不是这个名字 台湾我估计是用书名的 是的 不知道 你是不是知道 我在网上他们就用这个名字 查吧 你也就是不查 查的时候你可以说的 对不对 Banda 你好像看到下面 讲到这个 因为《北基天才》 又是 讲小说那一篇 其实近期真的有很多电影 很值得推荐 譬如有一套之前 叫《寻找库女情》 有没有看那一部 那一部也是很棒的 《寻找库女情》 又提 是的 那一部就是讲一个作家 后患了病 但在一个期间的时候 他和女儿就要分开来住 嗯 那一部也是讲作家 和他女儿的故事 就是 他本《遗作》就很出名 是的 另外 另外这部也是近期有做的 这个是 有没有看到呢 这里就是这部 叫《摩天豪情》 《雷神》的弟弟 不是他的亲生弟弟 戏里面的弟弟 Rocky 是的 是 就是做的这部电影 这部也是一个很经典的 一个70年代的小说 直到今时今日 再改编做电影 最近做的 你们有没有打算来看 有没有打算来看 但还没看 这么英俊 值得看 他也有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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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 看 那你快点去看 现在正在做的了 这部 看才够大的 这部是三级人的 坐前一些 不过这个作者也是很出名 他有三本书 曾经改编做电影的 是很出名的 一部就叫《太阳帝国》 有没有看 另一部叫《crash》 但《crash》就不是《荷里活》 最佳电影的《crash》 就是大卫哥廉堡的《那部》 那部真是说撞车的那部 但是他最出名的 应该是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虽然说 未拍过电影 但是他的故事 已经改编了很多次 所以你会看到 近期很流行 拿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 小说 或者那些叫做 就是《文字》的媒体里面 就把它转到电影 就有一个好处 这个好处也在标边出来 而且我今次的专题 就是说叫做 《动物》 懂不懂说话 嗯 因为说到我们现在这部电影 叫什么名字 快点说 《当者地球没有猫》 我想叫Viu说 你为什么这么长 才会说 Biu 我怕你会说 这个也是小说 和电影《葛必拿器》 大家都看完 是不是 台湾也有同一个名字 找到 也是《当者地球没有猫》 是只有我 有两个有看那本小说 有两个 你看了没有 我未看 我未看 他看了三个 我未看 我未看完 我未看完 我都看完 你看到的时候 有没有做一个比较 小说和电影 你会发觉有些差别 有 有 如果你比较 你喜欢小说版 还是电影版 多一点 我喜欢小说 多一点 为什么呢 电影的镜头很漂亮 是 但是小说的想像空间大一点 是 例如 例如 可不可以做一些例子呢 例子就是 他和 你干什么 我割饼 例子就是 他和他女朋友的感情 其实小说会说了很多 细致一点 是的 细致一点 是的 细致一点 不过说真的 小说 你刚才说的 是《猫晓》 你没有说 是《猫晓》开口 是的 那里 一阵直讲 那里会讲得更详细一点 小说反而比电影好看 我觉得各有各好 但我喜欢小说多一点 那电影好在哪里呢 和小说不同 镜头漂亮 对 和捉到人的神经 我两度都哭得比较 Wills 那你人量不停 好像是你借出来 怎么猜是吧 是的 我真的听到 说这个 就是第一次去找这本书 但是我自己就 以往来说 我通常觉得小说会 好像说的 是细致一点的 会比电影好看 但这次我看 反而我挺喜欢电影的 改造的感觉 而且譬如说 有些真的 影像了 至少会放一些消失的物件 那时候的影像 一小说就没有了 或者是特技 是的 有这个视觉效果 还有真的 去旅行那段 我觉得具体很多 至少他真的 外景去了当地拍摄 那些视觉是 你觉得是更好看的 很看的 和Panda所说的 他很多美术上的 譬如找回一些 旧的建筑物 或者一些旧的物品 的感觉 是具体很多 至少你真的看到 很有心机 撿出来的东西 嗯 那么你 那你有没有 哪一场戏 你觉得是最好看的 那个是 我喜欢他去 阿根廷我那里 但是如果说 有些比较窩心一些 可以再分享的话 那其实有些 有个场景 我觉得是挺 反而我觉得 是感人的 那个场景是 噢噢 一会儿没有机会 给你说的 你不要以为 你现在不说 你就不要了 只要我会不会 跟我同一个呢 懶什么 会不会跟我同一个 场景很感动呢 男女右边 可能不同 它最主要 你会看到 有时候 其实文字的吸引 和视觉的吸引 是有不同的 声音 都会有一种分别 我怀疑 Planter 就比较喜欢 文字 就是文字的世界 是比视觉世界 强一点的 不是啊 职业 喜欢看 通常不是你自己 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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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分出来的 不好意思 因为 Wills 其实 他也是文字世界 是的 因为你会看到 他那个 彩虹的图片不多 说话的时候 都是 你说的 不是有视觉的 具体的东西 你会发觉 我们 如果你小时候 有时候 语言 都可以表达到 你那个世界 你用那个叫左脑有脑 哪个脑会更多 或者你用文字的推动 或者是视觉的推动 会更多 是有不同的 是有分别的 因为你分到有脑和没有脑 才会听说的 嗯 那不是 你有脑说出来 那时候就有点 你没有脑的说出来 那时候 就是好玩 是的 有不同的 不要骂我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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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其实我有一件事很有趣 书呢 或者文字呢 都是人创出来的 动物呢 懂不懂创文字呢 会不会留下文字呢 动物有没有 不需要 没有的 是的 是不是不需要呢 它没有那种能力 但是我觉得 动物是一个世界语言 你想想 你说而已 我会沟通到的 不是 有研究是 那些海豚呢 不同的地方海豚 发出的声音 海豚 那些海豚 那些海豚 都会做回同一样东西 海豚是高智的生物 这里都说的 海豚 你不要当它是海产 哈哈 你不要当它是海族 刚才都已经告诉你 你不要 不要搞乱 这个是暴雨类动物 是 还有一个很乖口 那我问你 海豚 海豚是否懂得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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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有跟我说 我猜懂 你猜吗 我觉得懂 那Dolly 你懂得发梦 Dolly有没有说 Dolly有没有说 海底奇兵 Dolly有没有说 Dolly有没有说 那部电影好像没有说 好像有 有没有说 Dolly有没有说 有没有说 我记得他有很多回忆 是否在发梦 当时睡觉 那人是 你可以想的 但是 其实有些学者 有一个说法 他说 在询问的时候 如果说发梦 你还没说 是暴雨类动物 才懂得发梦 我记得猫狗也说 猫狗 猫狗 猫狗发梦 猫狗发梦 在发梦的时候 都很嘻嘻地笑 你都会拍声 是否的 我饿了 让你吃 就是 你这么说 鱼不要发梦 如果是暴雨类 你这么说 鱼呢 鱼身的动物 是不能懂得发梦 它没有那种 其实梦 是一种情绪的 那种 调解 调理 这些小事 我们将来看看 有没有机会说 总之 你会看到 刚才你讲的时候 你很强调 动物当然有语言 哪里说没有 你讲海豚 就说错了 下一节 我想问大家 或者问你 你说动物有语言 雨都有语言 那些是什么语言 我们下一节 就和大家说 我们直入这个 动物懂不懂得说话 动物有没有超意识的主题 有语言 有语言 有语言